Hello YouTube 我是黎Sir 這條影片是講中四第十課 Example 10 10B練習的四至六題 十五至十六題 十五至十六題 十五至十六題可以做到的 題目就是 圖說有個O是Center 然後就是ACB Semi Circle 半圓 然後就說角度是這個 叫你計算這個 這條題目的東西都知道了 不過它半圓是關鍵 看到半圓代表AB是一個Diameter 即是直徑 應該很容易明白 既然看到直徑 之前也學過我們會有一條這樣的Freedom 直徑就會用到 有機會用得著這個Freedom 直徑 會用這個角對著這個Arts 這個平角就是這個80度 對方的Arts 就是這個90度 對吧 有這個特別的Case 好了 那 怎麼用呢 看看吧 應該大家立刻可以寫到 這個角 這個ACB這個角 就是90度 那就寫吧 因為AB is a diameter 所以Angle ACB 就等於90度 那你會說 阿Sir我可以背個Reason 你可以背個Reason 即是你可以寫這句 都可以的 Angle in semicircle 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你寫這句 或者寫這句 答下去都可以 那麼 算到這個角是90 換句話說 其實你就可以算到 其他東西了 90之後 直接跟這個角 跟這個圖有關的 就是這個角 是不是就是 90-40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但是這個之後 是否算到貼塔呢 好了 似乎你沒有其他資料 但是之前提過 有條片提過 大家記住 看看圖有沒有半徑 那些半徑很關鍵的 就是 原來 OA OC和OB 都是半徑 而OCOB 這兩條片半徑的時候 是雙等 那雙等 就有等腰 是嗎 等腰就是那個底角 就會相同 即是說 這兩條邊是雙等 而令到它的底角 就是這個 和這個 會相同 咦 那就算完了 明白嗎 即是經常都用半徑這件事 那就寫了 那麼 那麼 寫一下 這個角度先 Angle OCB Angle OCB 就等於90度 減到40度 減到50度 而 因為 OC 就等於OB 那就是半徑 所以 這兩條片雙蛋 即是 Angle OBC 就等於Angle OCB 那就是 Base Angle OC I Sources Triangle 所以 Boc 就是FETA FETA 就等於OCB OCB OCB就是50度 那就搞定了 OK 可以嗎 很簡單 留意一件事就是 你只要寫OCB等於50度的話 是不行的 即是如果你的答案是寫 Angle OBC等於50度 就完 是不可以的 因為它的問題是想問你FETA 你要回答FETA在50度才可以的 你不能這樣回答 這樣回答是答不中它的要求 可以嗎 那也是 提到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就是 今次這個 就是有半徑 第二個重點 是直徑 有沒有半徑 有半徑 就會有 等腰 OK 這樣 可以嗎 大家可以留意這些事情 這樣 短片就到這裏了